創意理財 竟在運通 歡迎收看古奇來點名 那今天整個大盤跌了86點 那再度回撤年限 那我之前就跟大家提到 大盤最近從5月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它成交量都是量縮的 那大盤漲了4個月 它至少要整理1到2個月 那目前這個階段 之前跟大家提到 它會拉回到年限 季限附近整理 對不對 那現在在這附近 今天壓回了 還是一樣 這符合之前的預期對不對 這個地方漲4個月 它整理震盪至少要1、2個月 那你要專注在選股 個股上中錯的時候 去逢低買進 那第一段我要跟大家談 台股的K線跟道瓊蠻類似的 道瓊也是在年限 季限 那今天晚上道瓊的漲 其實它昨天是漲的 它年限是在25329這個地方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一段我要跟大家談 那是黃金分割率 那這是法人常常用的 一個支撐的位置 那大盤從這個地方 這一路漲 漲了多少 漲了1,778點 我們從這裡來看 這是9309 1月初 這是5月初11097 那這一段 拉回一半1 2分之1的地方 它至10 208 什麼叫黃金分割率 就像漲上去以後拉回 它最大的支撐 在一半1 2分之1的地方 那如果強勢的拉回整理 它會在0.618的地方獲得支撐 那如果弱勢的話 會在0.382 我想這幾個數字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那這裡是9319 11097 那一半是在10 208 拉回0.382 也就這裡往上 0.618在這個位置 我們這裡稍微拉近 這樣看比較清楚 那0.618是10418這個位置 那連線在10446 所以都大概是在10400 整數比較好記 這裡是一個強勢的拉回支撐 那如果一個正常最大的支撐 是在1 2分之1的地方 10 208 那你如果要記的話 你就記10 200 那如果漲0.382 這個地方也是拉回0.618 它是在99 98 你就記1萬點 這樣比較好記 也就是說它拉回往下 它是一個強勢的拉回 或者漏勢的拉回 或者一個正常的拉回 它三個支撐點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 那第二個 我們要看K線的支撐 跟連線的支撐 連線10446 跟這裡強勢拉回 是差不多10418 那我們再往前推 這個高點是10 416 所以這個地方416 418 446 大概是在1萬0400點 這裡明天或許會碰到 今天是10 474 這裡是第一道支撐 也就是連線支撐 那如果弱勢的地方 是在萬點 萬點就比較好記 拉回2分之1是10 208 這一波壓回低點是10 204 所以這個是一個地方 1萬0 200 這一個支撐 你要把它記住 那這是房金分割率 那我們再把它拉遠 這樣看就會比較清楚 對不對 這個叫大仗 小回對不對 往上漲 壓回 拉回0.382的位置 也就是說在連線附近 那為什麼我說這裡會有比較強的支撐 因為從5月初往下跌 這個地方到今天量都是縮的 那量縮的話就代表 大戶他沒有大局出貨 那或許有在調節 那或許有在換股 那外資今天現貨 大盤他是賣超的 那因為台子旗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抽一點時間 跟大家談台子旗 那目前來到這個地方位置 你要去注意 弱勢的壓回萬點 萬點也剛好來到這個景線的位置 所以這三個位置 他都具有一個代表性 那我一直跟大家談到一個關鍵 我說壓回的時候 你要找股票去逢丁買進 重點是股票嘛 土拔在這裡壓回的時候 原相漲了4成 7、4、50塊 然後他今天 他當然小福拉回 那已經很難能可貴了 原相今天小跌 那另外我昨天跟大家談到什麼 我說環球金 這個地方危險要注意 你要必須要檢視你手中持股 環球金今天 這裡有稍微的跌破了 要小心 那手中這檔股票的要小心 就跟之前的國劇一樣 國劇之前也是在這裡 因為他去年都是大漲 在這裡做整理的時候 這裡一跌破 這裡有100塊 從350跌到250對不對 今天還在往下跌 那所以這一檔股票 你必須檢視一下 你手中持股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調整 尤其是比較弱勢的股票 那投資人在很喜歡去買一些 比較熱門的 但是我跟大家談 去年已經漲一倍 甚至兩倍以上的股票 他整理不會那麼快 不要去碰 也就是說被動元件族群 最好是不要碰 因為籌碼相當亂 尤其大家不斷的攤平 融資又往上增加 所以這一跌跌了100塊 那你要找真正足底的股票 去做一個買進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在年限附近 大盤季限年限 本來就是做一個整理 你要靜下心來 去找一些股票 拉回的時候 去做一個買進 不要做最佳的動作 紅低買 你往上 你才有機會賺到波段利潤 那譬如說我常常跟大家談的 你要賺波段 一定是低檔買 你才有機會對不對 這整理四個位 我說大盤頭上這裡 去多少個去四個位 他整理四個位 一個去四五成 這樣子你才有機會賺到波段利潤 大盤這時候 二月三月四月都在漲 那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大盤這盤 這麼多就在這裡跌下來 那有些股票 他剛好在做洗盤 他也不會完全的 都跟著大盤往下跌 我們最近跟大家談到的原相 他今天小福拉回 他去四尺 今天稍微拉回 很厲害了 而且是亮縮 籌碼還是相當穩定 另外 像利基 萬宏 或許像森達科 我們下一段會跟大家做說明 休息一下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好想 二 引護 三 穩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這裡啦 今日起身裝 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頭顧APP 貨電 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欸 光澤浩那位先生 這位人力資源訪查員 要拜訪你 我有時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訪問啊 先生 政府每月22日那週辦 人力資源訪查是有原因的 為了了解多少人就業失業 才有實戰的依據啊 他到底是做什麼的 受訪資料我們都絕對保密 OK 人力資源探查 希望您的支持 歡迎收看古企來點名 首先呢 我們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談 台子旗號 那目前來講呢 都空線方向 他是向下的 那向下的過程當中呢 現在這一段 他是偏多 偏空還是盤整 台子旗目前短線上 他是偏空的 我們從30日線 30分鐘線來看 目前是這個地方 這裡已經往下 已經偏空對不對 我說過這一條多空線 當往下是偏空 反彈到這一條線這裡 都是壓力 昨天 五月台子結算 來到這裡 今天沒有過去 他放到壓力又下來對不對 那明天他的壓力在哪裡 大概是這裡 大概10500左右 那往下 連線這裡會有支撐 那重挫開低的話 或許可以搶個反彈 但是逢高 都是偏空操作 因為方向 他是向下的 那往下 足以連線的位置 這是台子旗的部分 那台子來講操縱 當然指數操縱 越做越短 那我會建議 大盤震盪的時候 做當衝會比較安全 那另外跟大家談到 原相這一檔股票 今天做一個小弧度的一個整理 漲了4成以後 量縮掉了 在這裡平盤下整理 今天大盤是就86點 所以還是相當的強勢 我們這一張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是量縮掉了 這個地方 霞湖三角形整理對不對 這裡是一個最佳的買點 這裡也是一個買點 那我昨天跟大家談到過 我們這裡 先賣一趟對不對 減滿一半 這一段 大概賺了兩成到三成 實現獲利 落貸為安 剩下一半 我說資金金額比較大的 好好的規劃 剩一半的股票 這裡你可以沿著金線續爆 這一段 這一段漲多少 去40幾塊 賺了在四成 今天在這裡整理 亮縮 我今天跟大家談 不是要跟大家講 我賺多少 我是要跟大家說 操作了一個觀念 你要在低檔區去買 或者起掌壓回的時候去買 急掌的時候不要去追 當然我也不建議你去放空 因為這個地方在年限之上 都是一個多頭的架構 這個叫足底 往上 另外我們看一下利基 利基今天還是拉回 很清楚這個地方 最佳買點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切入對不對 往上 你會發現這一檔股票 價往上走 量也往上走 價量配合得很完整對不對 這裡50元 這裡60元 拉回55元 70元 65元 70元 這裡65元 拉下來 這裡60元 它是很規律性 漲10塊 跌5塊 漲10塊 跌5塊 而且壓回的時候它是量縮的 那它的比較大的支撐在哪裡 之前的壓力對不對 這裡變成一個很大的支撐 這裡也變成支撐 那利基操作 最主要是這個切入點 還有拉回量收的一個買點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下萬宏 萬宏也是一樣 萬宏在5月初大盤在連續 最近一個禮拜中挫的時候 它是抗疊的 那我昨天跟大家提到過 它在足底的過程 這個地方 它往上是突破 它底部墊高對不對 那這裡出現一個跳空缺口 往上漲 這是有效的突破 所以這個底部就確立 那往上漲了以後壓回 又測試這個支撐 所以它底部是不是又墊高了 從這裡 這裡到這裡 那接下來 又往上又出現跳空缺口 又是帶量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這兩個位置 大盤在這個地方 有哪些人 難道是散戶在這裡 他會開盤 去往上做追降的動作 我跟大家談開盤架 都是法人跟主力在做的 那會這麼強勢 而且帶量 很顯然的不是散戶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兩個位置 就等於是法人的 大概平均成本區 然後它底部墊高對不對 這個地方大盤在重挫的時候 他一路在整理 雖然他人工餐廳今天拉回 沒有關係 這裡還是支撐 而且是亮縮的 而且最近大盤震盪的時候 他已經是亮縮了代表什麼 我要跟大家談 代表他散戶的籌碼 非常的乾淨 這一檔因為他股本很大 所以走勢會比較牛皮 但是如果安全的操作 像這種股票拉回 你從量價結構是可以買的 他跟原相一樣 都是概念股 任天堂概念股 另外我要跟大家談 今天旺宏小胡拉回 我要跟大家談 聖達科 他今天跌的比較多 我們從聖達科 從比較長線的方向來看 這裡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底部區 對不對 這裡足底超過一年 我一直跟大家談什麼 我說你要買什麼 買方向向上的股票 注意聽 方向向上的股票拉回買 而不是往上追漲 像這種的底部已經確立 方向向上了 往上突破 往上突破對不對 那如果方向向上的股票拉回 你要去做一個佈局 你才有機會賺到錢 目前來講 他往上你還另外看 有沒有量價配合 這一檔股票 事實上他往上的時候 他量價是配合的 如果你要安全一點的話 你等他量縮的時候 你再做一個切入 這是我最近操作股票 檯面上講 我們也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另外創意連商紅 這一檔股票 籌碼還沒有很穩定 不過他是在低檔區 五月份大盤壓回的時候 他並沒有跌 他是底部墊高的 但是他量價結構比較亂一點 他比較適合短打 他連續漲三天 今天開高就壓回 這一檔股票 比較適合做短打 那一些長線主體的股票 有一些籌碼穩定的 就比較適合拉長去操作 像原相 像利基這一類的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 好適合地震了 怎麼辦 一 好想 二 掩護 三 穩住 抓住抓腳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裝運達頭顧 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或許講得太快 但是我總希望有獎的股票 盡量給大家收一個說明 大盤這個地方 這是黃金分割率 大賬小回 再拉回0.382的位置 也就是說剛好在年限附近 這一張圖要跟大家談的是一個觀念 我一直跟大家談到專注在個股 專注在個股 就如同之前 這裡押回的時候 郁靜光在這裡很好買 網上漲了200塊 郁靜光從這裡盤頭押回 每一檔股票 它的低點買點不一樣 我們用這一張圖 大盤在這裡 它會進行一個進線連線 進行一個整理 漲四個月 它要整理一兩個月 你注意看這個位置 會不會給這個地方危險 這個地方很多人看空 看跌對不對 我說很多事情 事後來解釋漲跌一定是對的 看圖說故事也一定很準的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這是大盤 這是指數的事情 你要專注當下 你要去做選股 我為什麼這樣跟大家談 我們之前 在1月初這個地方 當大家認為這個大盤破底了 這個地方 事實上文茂 它是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我們也帶會員做切入 這是1月份的時候 文茂在哪裡 110到130 240 這樣是不是漲一倍 是不是賺一倍 這樣是不是重錯足底 我說事後看 都一定很準 但是在這裡當下 你有沒有買進 就關係著你有沒有賺到一倍的利潤 對不對 那時候1月份的時候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1月11日 外資踢一腳 外資1月11號 調降文茂平等 我們這裡稍微拉近 絕大多數的法人機構 這是1月份 對文茂投資平等 都是賣出列於大盤 調降對不對 推估股價 價值不到90塊 結果那時候文茂價值120 它不只沒跌到90 它是漲到240 這是外資在這裡怎麼樣 踢一腳 結果籌碼很乾淨 那同樣的大盤在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 很多投資人會恐慌 恐慌的時候 是最容易洗盤的時候 就跟在這裡一樣 它從110對不對 120 130 我說過超過130 我們就不買了 這個地方 有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它是漲一倍 漲到240 那這種呢 這種呢 就跟當初 買自益一樣 自益在11月初 自益更早 在這個地方 也是很多人看空對不對 你如果在這個位置 大盤在這個位置 跟這個位置 看起來都比這個位置危險嘛 可是好的股票 它是在這裡做最後洗盤 這是文貌 這是自益 V型反轉 它不止反轉 它還往上突破 那時候我一直跟大家談什麼 5G族群對不對 對50 這40幾 我們大概50附近切入 去到100 這樣是不是也是一倍 從自益跟文貌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 操作的一個觀念 大盤在這裡做整理 但是有一些股票 它會做一個最後的洗盤 你要專注當下 怎麼樣去選股 同時呢 不要受到法人的操控 因為法人檯面上講的話 不一定是對的 那同時你要調整你手中的持股 譬如說 我昨天講到環球金要小心 又稍微掉下來對不對 我建議你做換國的動作 像國際這樣一掉 一掉一跌 跌多少 跌了100塊 那你要找一些什麼 重挫足底的 這是當初的原相 這是當初立基 然後你不要受到法人所操控 你要做教 你要了解法人在操作什麼股票 你才有機會 往上去做教對不對 像立基 像原相 漲得四成 那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我要跟大家談的是大盤在連線附近 你要好好的去思考 哪些股票 這個地方具有支撐 網上 具有波段 空間的操作 那如果操作不順利的 不曉得怎麼樣布局的 把電話撲通 我帶你進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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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關系 跟你安賴在一起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電達頭顧永遠支持